台湾女孩日新竹草地同学会 今年迈入第三届 有别于往年透过广播及宣导方式 让大众认识这个节日 今年特别以活动方式进行 透过各领域杰出女孩分享生命经验 这项活动在10月11号下午1点开始 在青少年馆旁草地 展现台湾女孩勇于追梦 汇出亮丽人生的经验分享 特别是生活市集的部分 我们一共邀约了15摊位 那这15个摊位是非常多元的一个创业的类别 包括我们有手工艺的创作 然后可以DIY的这个过程 同时也有独立书店 然后也有有关烘焙这样子的过程 那这里面特别强调就是青年女孩们 她们自己在经济自主的这个过程当中 所付出的一些心血 以及她们的心路旅程 那我们藉由四集的分享呢 让更多关心女孩议题的市民朋友们 相亲们可以来到现场 共同来为我们的台湾女孩 在经济自主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付出心力一起来关心她们的未来 台湾近年来在两性平等的议题上 也获得大家的重视 逐渐缩小性别差距 尤其女性在能力还有经济也能独立自主 也希望借由台湾女孩日活动 让大家更重视女性权益 透过这个节日可以让我们就是知道说 女生其实要更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那其实就像刚刚活动主要讲的就是 男女性别的议题 那我觉得我们女生也要勇敢地站出来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有就是自信心 因为在台湾可能女性 其实女性的地位其实跟男性差不多 可是在很多的国家 其实女性的定位还是偏低的 所以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日 可以大家一起重视女性的这个议题 记者会上特别邀请九名台湾女孩 进行着色卡彩绘 一同勇于追梦汇出亮丽人生 每位女孩都汇出各自一片天 象征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 开破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